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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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对于理工类STEM专业的OPT还可以延期24个月2年时间 这样OPT加上延期总体有3年时间 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延期的申请要注意及时提交 要在当前的OPT过期以前就提交上去 像这样提交上去以后 即使你原来的OPT过期了 180天内 然后还可以继续合法的在美国工作 同时等待OPT延期批准 那么在OPT期间 不包括延期 本身OPT一年里面 没有工作的时间不能够超过90天 如果包括延期呢 总共这个时间里面呢 没有工作的时间 unemployed total time 不能超过150天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比如说在OPT期间 可以做没有工资收入的工作 比如说volunteer or unpaid intern 像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呢 需要每周超过20小时 那么不管你是为学校啊 还是为有的公司啊 工作啊 你这样联系 一般来说嘛 你有工作许可 unpaid job 还是不难找到的 我们建议呢 不要图一时方便 挂靠 这个呢会有后患 我们很多人已经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有的公司给上千人提供挂靠 中间有一个人出了问题 被美国政府怀疑是建议的 相应的呢 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审查 都得到了连累 那么这个是OPT 换工作 如果拿到了H1B工作签证 如果要换工作呢 一般来说 提交了新的H1B申请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新工作 不用等到新的H1B批准 很多人呢 对所谓这个H1B transfer感兴趣要了解 理论上说 严格来说呢 所谓trans4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trans4呢 和新的H1B申请是一样的 那么区别只是在于 如果你已经有了公司为你申请的H1B 那么换到新工作 再申请新的H1B工作签证 可以不用抽签 当然如果你在大学研究机构工作 也可以不用抽签 这是H1B的情况 那么绿卡申请和换工作呢 我们知道呢 绿卡办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是I140已经批准了 获得你的Perm申请 或者I140已经提交超过了一年 还在判定 那么你的H1B呢 可以不受总长度6年的限制 可以延期超过6年 这个呢 对很多申请人是有利的 是吧 因为在这个排期的局面下 绿卡还没有批准的时候 可以继续用H1B工作 此外呢 如果你的I140批准了 那么配偶如果拿H4签证 你还可以申请H4EAD来继续工作 这一点仍然有效 此前有说法说H4EAD要取消了 废除了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如果你关注了移民方面的新闻 可能会听说公众负担 public charge方面的新要求 还有呢 申请移民签证的人 要先有医疗保险等等的要求 这些呢 都在美国的法院遇到的挑战 很有可能呢 在短期内难以实行 那么类似呢 H4EAD这样的规定 现在已经存在 看起来呢 短期内也难以取消 在办理旅卡期间换工作 如果你的I140已经批准 一般来说呢 至少可以保持较早的优先日期 在当前的排期形式下呢 有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对于你早拿到绿卡 当然是有利的 如果你是雇主支持的Perm 类别的绿卡申请 在换工作以后呢 往往需要重新办这个Perm申请 当然有一个较早优先日期嘛 毕竟是方便很多 那么在I485已经提交180天以后 换工作会怎么样呢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不如等到绿卡批准以后再换 因为你I485已经交了超过6个月了嘛 再多等几个月 一般来说就能拿到绿卡了 自由度就更大一些 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实在需要换工作呢 可以看我们频道的其他视频 对这方面有所讲解 那么如果是自主申请的 EB1 NIW类别的绿卡申请呢 像这样呢 换工作往往不会影响绿卡批准 有一些人会问到如果我中间不工作了呢 不管是几个月还是更长时间 这个呢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也有这样的例子 比如有的人从中国直接申请美国的绿卡 但是呢 在美国并没有安排好工作 这个没有关系 也可以取得140批准 拿到移民签证 拿到绿卡 美国的工作并不是一个pre-requisite 如果是在美国呢 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客户比如说因为个人原因 好几年没有工作 然后后来呢 去币卡绿卡面谈 仍然呢 取得了485的批准 基于他此前的NIWI14 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具体的自己情况嘛 可以考虑呢 提交一个科研计划等等 讲到说我将来在美国要做什么工作 那么如果换到其他领域呢 原来办了EB1 NIW绿卡 后来我换到别的领域去工作了 我的140是否还有效呢 我还是否能够依据此前的申请来拿到我的绿卡呢 这个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只要你有意向将来 还想做和我申请140期间 这个专业相关的工作 不一定是实验实力的科研工作 工业界的投资的金融的等等 用到我原来的专长和我原来的专业能够联系起来的 这样呢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我们的客户有在华尔街 有在金融公司 保险公司 投资的工作 律师事务所或者在做期刊编辑等等 像这样都是有的 并没有影响四八五的批准 那么有的申请人如果说 我一天也不想做本专业的工作了 那么你说我的绿卡能不能批准呢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要有一些common sense 是吧 你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法理上帮助你 但是呢 在事实层面 独钟声有 不能坐五米之吹 我想呢 大家在交流表达的时候 也需要相应的注意 那么原则上说 重复一下 只要你有意象 说将来拿到绿卡以后 做和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那么有的人说 如果将来没有落实怎么办啊 要是我没有找到本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 或者没有去做怎么办啊 这个世界是动态发展的 你申请比如说留学美国的时候 申请的是非移民签证 那个时候呢 可能没有移民签证 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 来提交了移民申请 这个呢 明显也是允许的 让过来的 具体的个人的情况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对移民局提交相应的文件 来取得绿卡的批准 像前面提到 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有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 好谢谢